大家好 欢迎收看5月1号的大花莲 地方新闻 我是石屿兰 新闻首先来看到 为在花莲市中和街 在墙镇中受损的富翼金华大楼 被县政府贴上了红单列为围楼 而管理会召开了住户大会 共有超过8成的住户出席 全数都赞成大楼拆除原地重建 可能成为花莲镇后第一个都更案例示范 不过经过县政府评估之后 富翼金华并未列入强制拆除的名单 因此大楼8千多万的拆除费用 必须就要由住户们自行负担 光正一楼就已经 墙面受损梁柱居面钢筋裸露 站在家里就可以看到屋外的天空 富翼金华大楼在04、03强震后受损严重 没想到又在04、23余镇受创 应该这几天余镇后 就是那个连续余镇以后 然后这一个是住户自己去做的 这是它实际全新的墙 你看整个都爆胎了 花莲地区连续强震 让位于花莲市中和街上的富翼金华大楼 严重受损 04、03后被县府贴上红单列为围楼 27号管委会召开住户大会 有80%的住户出席 全数赞成拆除重建 围楼拉出封锁线 但县府建设局评估富翼金华只要 若成补强即可 因此并未列入强制拆除大楼 8000多万拆除费用必须由住户自行负担 结构技师来了六七组以上 几乎都认为这我们富翼金华 应该没办法落成补强一定要拆除 但是我们通知他们 他们完全都还没来看 也当场跟他们讲过了 他们也说红单不需要再来第二次勘查的 所以就这么定案 富翼金华为楼 马上拆除 马上拆除 受灾户抗议 0403强证大楼就被县府贴红单列为围楼 0423余震后大楼受损严重 住户全数撤离 尽管住户投票同意就地拆除重建 但县府仅愿意补助若成补强 450万元的经费 这项决议很可能导致花莲震后 第一个都更案就此胎死腹中 记者许立琴花莲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